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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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妹们 今天咱们就练到这儿吧 明儿见 呦 美女 一年多没见了 舞蹈队你还参加吗 还练吗 我的腿还是蹲不下去 上楼梯都费劲 阴天雨天的腿就特别疼 所以现在就养着吧 那你好好养养吧 养好了咱们一起跳舞 好 哎哟 行的姐 听说您的腿做治患手术了 怎么样啊 谢谢关心 现在挺好的这两天 你看我走路还是不错的 原来你看我走路的时候都得按着这个车这么走 上下床也不方便 起夜的时候还得把腿给挪的位置好一点才能下床 现在都走路也方便多了 上下床也方便多了 行大姐 您好啊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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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手术做完了 恢复得怎么样啊 恢复得挺好的 挺好的 不能怕 一定要有韧劲好好锻炼 您看我这腿 做了四年多了 您看我恢复得多好 您看 我现在每天能走一万多步 一点都不累 上下楼 就是有时候追公交都没问题 真棒 真棒 就恢复到年轻时候的状态 那你们先聊吧 因为我该巡逻去了 你招什么急啊 志愿那个地不就离咱们小区两站地吗 招什么急啊 不行啊 我这腿也有毛病啊 我上不了公交车 只能两只手拽着栏杆往上拔 你以前不总是骑自行车吗 自行车我也骑不了了 因为我这腿膝盖不行了 只能往前 回不了弯了 那我只能走了 你干脆啊 坐吧 阿姨妈 你们在这儿聊呢 我都找你们半天了 真是 你们不是说自己膝关节不好吗 对 今天我们特意找了一位专门治膝关节的专家 赶紧回到演播室 跟他来聊一聊多好啊 好啊 谢谢 好 咱一块走吧 让我们欢迎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的林静主任医师 欢迎林主任 你好 林主任 欢迎您 你好 林主任 您看 今天我们请到的四位嘉宾呢 都多多少少出现了一些膝关节的问题 那我们从四位嘉宾的外表来看 好像四位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有一些人呢 把他们称为可爱的胖老胎 这个胖老胎跟膝关节出现问题 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吗 因为他体重大嘛 整个人的体重要放在这个所有的关节上 而其中身体上最重要的沉重关节 就是两个膝关节 所以他由于体重大 就相当于说 一直扛一个比别人重那么多东西的包袱 一直在那走 这样关节的话 久了以后一定会磨损得比别人厉害 所以会出现一些相应的问题 还是和体重密切相关的 相当的有关系 那如果一个人体重的变化 会对我们膝关节的沉重 带来多大的影响呢 其实我们人体在活动当中 不同的姿势 它有不同的压力 到底有什么区别 这个大致是这么一个规律 这个对比都是跟自己的体重 来对比的 是吗 对了 躺着跟地面是平行的 它就没有这种压力了 对不对 最好 然后站起来走路 一行走的时候 就开始有一倍的压力了 百分之百 但如果这个人要下楼呢 上下台阶 所以很多人 刚刚得西关节病的时候 他就发现他自己上下楼 或者上山下山很困难 就这个 因为他压力增加了 然后如果要跑步的话 因为他每一步都会有一个冲击力 百分之五百 是吧 然后如果说打球的话呢 他有一些更加剧烈的一些 身体接触也好 还是换姿势也好 他都容易压力更大 甚至于说深蹲 或者是跪着很深的动作的时候 那可能压力会更大 几乎是八倍了 那看来我们这个八正大的小膝关节 承受的压力真的太大了 您想想 我们有的人会学倒立 是吧 倒立的时候 其实手就变成腿了 是吧 你会觉得那个承重多累 那是因为人类的进化过程当中 他已经适应这种感觉 压力其实挺大的 你没有感觉 但实际上膝关节 自己可是有感觉的 所以这个人要 体重本身就很大的话 他一定会影响 他的膝关节的寿命 那我想问一问高阿姨 您现在的身高和体重是多少 身高是一米六五 我的体重是八十公斤 我年轻的时候才八十四斤 对 这就是我年轻的时候 现在的体重等同于 多了一个年轻式的自己 对 那得看看了 您的体重是增加了八十斤 对 那对于您的膝关节的压力 会增加多少呢 辛苦林主任 您帮着计算一下 这个过程当中 体重增加了一倍 意味着我们所有的动作 它都在这个一倍基础之上 在去翻翻 所以说你看走路的时候 原来只有四十到八十公斤 现在变成了最大一百六 上下坡 上下楼 原来才一百六十公斤 现在变成三百二 都是一倍嘛 其实很好理解 跑步也是一倍 二百公斤 四百公斤 那么蹲二百 三百多公斤 六百多公斤 有的人呢 有的那个就是老年人 尤其那个老太太 他比较讲卫生的 他都不是那种 一般的去蹲地擦地 尤其现在年轻人 还知道找一个 扫地机器人什么的 他不 他要跪在地上擦 拿手擦 这样的人很多 你看这个刚才说了 跪姿对这个身体影响很大的 结果他还拼命这么干 而且强迫自己就要这么干 所以他就疼来看病 看了病吃了药回来 还蹲地上这么干 所以这都是一些体重大 同时他的生活习惯 加在一块 所以是应该说是 互相之间是恶性循环的 即便是不蹲在地上打扫卫生 我们就看 哪怕是走路 上下楼梯 膝关节承受的压力 也都是几百千克 对阿姨现在摸而自已 对膝关节 嗯 好疼啊 现在找到原因了 所以要减重咯 那除了减重之外 我们在跟四位阿姨 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也了解到 他们膝关节出现问题 跟他们年轻的时候 发生了一些故事 走过的一些道路 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今天我们要 跟着几位阿姨 重回他们到二十岁 看看有什么样的因素 导致了他们现在出现 膝关节疼痛的问题 那我们就先跟着 胡阿姨回到你那二十岁吧 看得出来 胡阿姨上面的这一张照片 是有年头的 您年轻的时候 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年轻的时候我在中国照相馆 原来在那个车间里修相片 由于我的性格比较开朗 爱说接人带巫啊 包括与人沟通的能力比较强 所以呢 给我调到业务部 调到业务上 楼上楼下来回跑 解决问题处理问题 反正这几十次往返 这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胡阿姨的片子 相当于是一个习惯性的模型 我把它侧过来了 就跟这个片子是一样的 如果弯下来以后 这条就是这一条 是吧 骨骨 就是我们的大腿骨 这是小腿的骨头 对不对 然后其实这个地方 前边翻起来看 这还有一块骨头 老百姓叫波罗盖 我们叫冰骨 在这个膝盖的前方这一块 如果它再不断地上下楼 这块是不是在摩擦得非常厉害 而且呢 在关节的这个方向 大小腿之间 还有一个叫半月板的东西 蓝色的这个小腿 蓝色的颜色 相当于对它来说 有一定的缓冲的作用 但是冰骨和骨骨之间呢 是没有的 它只有软骨在表面 你看这个胡阿姨在前面 软骨就磨掉了 病人就疼了 不敢上下楼了 或者不能深蹲了 这种情况啊 这种变化 跟我们生活当中的 什么样的现象比较类似呢 大家可以看看 我们骑自行车的时候 其实也是在 不断地灯榻的时候 它是要旋转 也要磨的 车轮这个地方 它是有轴的 它在不断地摩擦 一样的 咱们人的是靠新陈代谢 去不断地去修复 不断地去维护它的这个能力 但是随着年龄增长 它不可能一辈子永远不老化 机械的部件 它是可以磨损的老化的 所以有时候需要修车 就要换磷部件 所以人磨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咱们这个冰骨 这个东西 它跟下面的之间的摩擦 结果久了之后 它可能也要坏 这边磨的地方也会坏 那要是长此以往的话 是不是膝关节的变化 就会从一点点的小损伤 变到后来比较严重的损伤 会出现了 是的 你看这张图可以看出来 这就是骨头的颜色 大概模仿的 对不对 这个蓝色的部分 其实就是模仿着 这个人的一个 关节表面的软骨 正常的情况下 非常光滑 非常是有质感 你看看 大家之间的摩擦 友好得很 到一定程度之后 开始出现一些 你看小的裂纹也好 一些摩擦了一些 高地步屏的东西也好 你看刚才讲到 这上下楼的时候 你看磨损的最厉害 就这一块 你看这一块 出问题了 看没有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 冰骨跟它之间磨出来的 再过一段时间 磨得越来越厉害 同时上下之间 也会磨坏 这个红色的意思就是说 软骨都破坏了 当然更严重的情况下 这个蓝色的东西都没有了 我们称之为硬碰硬 骨头跟骨头 完全挨到一块去了 那就非常的厉害了 僵硬了 这就是膝关节内部的变化 一开始就是软骨被磨掉了 对 是的 最后真的就是生生的 骨头磨骨头了 那得多疼 是的 而且我看到很多人 就是上了年纪之后 腿都会变形 这个跟经常磨损 有没有直接的关系 特别有关系 有张图 这个是我们能够 常见的一种类型 叫O型腿 其实还有一种相反的 是叫X型腿 都是骨关节病 或者有些特殊关节病 可以导致一种变化 里面磨多了 这个东西没了 这个间隙变窄了 它自然就这样跑过来了 其实也可以反过来 这边磨损可以往这边跑 因为这关节有内侧外侧之分 就是O型 X型腿 我有已经出现了那种O型腿 但是没变形 没那么严重 但是一看呢 那个腿就不直了了 当时疼得严重吗 胡阿姨 疼得最厉害的时候 就跟那个嘎一样 如果坐了公共汽车 上去之后 坐在那再起来 一看又提前 我们能两站地 就在那个汽车的那个 坐在那就开始 来回左右那个腿 就开始趋身 就开始活动 加上手按摩 不然呢 会疼到什么程度呢 有的时候就起了 就卡住了 都走卖不了步 人家司机就着急了 怎么回事不走了 对不起 我现在这腿卡住了 走不了 就一劲地抱歉 慢慢地 然后再下来 所以还是和年轻的时候 工作很辛苦 经常上下楼 磨损膝关节 也有一定的关系 接下来呢 我们要跟着周阿姨 回到她的20岁 去看一看 大美女啊 真的 大美女啊 周阿姨真的是 特别有气质 特别地漂亮 我年轻的时候 特别爱漂亮 天天爱穿高跟鞋 还是单位的文艺骨干 我们单位组织舞蹈活动 我都上 退休以后呢 也特别喜欢文艺活动 参加了社区的舞蹈队 模特队 样样活动都参加 现在嘛 就是腿不行了 招架不住了 就在家休养了 退了休之后 也参加了舞蹈队 对 跳舞的时候 一般会一跳跳多长时间 跳厉害的时候 一天四个小时呢 上午两小时 晚上两小时 您这都堪比职业身手呀 那跳舞的时候 穿什么鞋子呢 穿高跟鞋啊 年轻的时候 爱美穿高跟鞋 退了休之后 跳舞还穿高跟鞋 对 佩服 我现在都不敢 穿高跟鞋了 脚疼 所以现在就跳不了了 穿高跟鞋 直接的影响 其实足 但是有的人的影响 可不是脚 它是往上走了 它影响是膝关节 那么什么表现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当穿了高跟鞋的时候 它就要踮起来 对不对 踮起来以后 它就有一个重心 就往前移了以后 它就必须要有一个 控制这个重心的过程 这个过程 膝关节其实也要起到 一定的一个 力学上的改变 负重比正常 这个普通平跟鞋 站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重心前移之后 对观节还是有压力的 而且穿高跟鞋的时候 其实连那个外观上 步态可能都有 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我们可以让周阿姨 把这个平底鞋和高跟鞋 都拿到台上来 您穿着感受一下 就知道了 来 现在周阿姨 已经换好了鞋子了 这是您平日穿的平底鞋 是 那也是有一点点小跟的 对 如果要是穿完全平底的 会有什么感觉 我的脚底板就疼 不习惯 那阿姨感受一下 您平日里穿的 这个舒服的小平底鞋 这双鞋带给您的 膝关节的感受如何 很轻松 膝关节能够 很好的伸直是吧 是 对 好 阿姨您再换上高跟鞋试试 好 周阿姨这双高跟鞋 有五厘米 现在膝关节 有什么变化吗 有点绷紧了 压力有没有增加呢 有增加 站直了好像 更直了一点 有没有较近的感觉 有有有 就好像是顶着了 相对来说 周阿姨您算是 会穿高跟鞋的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有的人穿了高跟鞋之后 她不会站了 她太高了以后 她就要 膝盖就有点微躯 不要不垂直的 地面的情况下 她的负重就开始增加了 尤其是在步行的时候 有的女孩 穿特别高跟鞋 她走路都这么弯的走 所以这个时候 她其实除了脚难受以外 她的膝盖 也会承受更多的压力 这个机体自己的不舒服 你人不一定主观感觉到 久了久后 积累在一起之后 习惯节很可能会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建议就是 在有活动的 有些必要的场所的时候 可以穿 平时尽量穿自己 觉得舒服的鞋 这样的话 她不仅对脚有好处 对习惯节也有好处 好 谢谢教授 那刚刚呢 其实周阿姨也提到了 平时特别喜欢跳舞 一跳跳四个小时 那有一些动作 那个动作幅度是很大的 还要这样转身 这样扭 挺厉害的 她穿高跟鞋 跳四个小时 有人跳完就很难受的 或者说回家以后 有点疼了 这个就是一个信号 就表示 要不就跳的时间短一点 强度小一点 或者换个鞋 可以试一试 我的病人当中 有好多 你一问她 她其实真的有一段时间 沉迷于这个广场舞 每天吃完晚饭 必须好几个小时回来 其实她回来之后 一瘸一拐了都 她自己就这么说 我疼得不行了 都回不了家了 但是她就喜欢那个感觉 所以其实这个我能理解 但是实际上 这个不能勉强 就是其实你可以 跳一段歇一歇 看一看再跳 其实都可以 过度地这样跳 一定对习惯节 尤其老年人 肯定影响还是大的 所以周阿姨 你跳完舞之后 尤其是穿了高跟鞋 跳了那么长时间的舞之后 膝关节有什么 特别不舒服的症状吗 就是膝盖疼 然后有点肿 去医院看 医生就说有肌液 我的右腿还抽过肌液 我也见过 就是很多人 膝盖肿完了之后 然后碰上去 是有点软软的 对 就有点像那个 气球装水的那种感觉 那个里边就是肌液吗 能看见这个蓝色的一个 比较有透明感的这个 这是我们所谓的关节里面的关节液 正常的关节里面是必须有的 就像一个发动机 就刚才轴承里头需要有油 润滑油一样 它起到的就是有这个润滑的作用 刚才阿姨说 你累了以后就开始肿起来了 其实就是这个液体变多了 多了之后呢 就把这个这块冰骨就顶起来了 所以你刚才摸起来 这块就相当于把这个球给打大了 你摸起来就是 里面有水嘛 就是这种漂浮的感觉 所以我们在检查的时候 可以发现 这个骨头跟它之间 可以有撞击的灯 碰的感觉 要浮冰蒸阳性 我们这个查体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说 这就指的里面有水了 而且水比较多 是这个意思 我们可以让大家来感受一下 气液到底是什么状态的 我现在呢 就找了一个比较像 咱们那个关节液的一个东西 其实正常关节液 有点像我们看到的那种 咱们常用的那种胶水 我们把它倒出来 你看我这样往这边倒 透明的 然后是有点粘稠的 摸起来它其实是有光滑的感觉 是吧 这个感觉其实就是 健康关节液的感觉 所以我们要抽的时候 接上一个针头在身上抽 其实抽出来的关节液呢 有点像这种感觉 就焦洞状的 但是也可以比较稀 也可以比较稠 它根据它里面分泌的 这个成分不一样 正常的吸关节里面 可能有个五毫升左右的 关节液 像这个空针 这是二十毫升的 我这拉开拉到这来 这就是五毫升 其实也就这么点点 不多的 如果说在分布在关节内 那么广泛的区域里面 正常情况下 你是抽不出来的 是吧 太广泛了 很少 很薄很薄 所以如果到了周阿姨这样 能抽 说明它的液体已经很多了 产生炎症反应 会让吸关节觉得疼了 所以有的时候呢 太多的情况下 可能不得已 还得抽 把它抽出一部分来 两个作用 一个是肿胀 可以减轻一点 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把里面 炎性的东西抽出来一些 当然这就是 保守治疗的其中一种方法 但是一定不是 最常见的方法 不能够说有点水是抽 因为整个穿刺过程当中 也是一种损伤 也有一些 万一导致感染的 一些风险存在 所以这个动作 还是要在 医生的正确指导下 少做 那周阿姨后来 你又做了什么治疗了吗 我从15年到18年 每年打过玻璃酸钠 它一个疗程是五次 但是我觉得 打了好像不太管用 这个药吧 应该说它就是模仿了 这个人的生理的一个 关节液的一个形状 它本身没有直接的一个 治疗的什么东西的作用 它并不是什么阵痛 消炎不是这样 它就是它起到一个 物理上的一个润滑 有人说您抽出来的关节液 可能里面带掉 一定的炎症因子 和一些导致疼痛的东西 把它就是病态的一些 关节液把它抽走了 然后换进去一个玻璃酸钠 相对来说比较纯净 比较 同时也起到一定的润滑作用 但是有的时候没效果 就是因为您不抽 其实也没多多少 结果你这两个交不交换 意义也不太大 甚至于刚才说 那每个疗程 可能你都在往里打 不是每次都抽东西的 对不对 对 所以里面其实液体已经够了 结果你又增加了量 那么这个其实对它来说 到底有多大作用呢 有的时候有的病人 还会觉得更肿一些 所以因人而异 关节液非常少形成一种 非常干涩的一种摩擦感的时候 这个时候可能打玻璃酸钠的效果 会更加明显一些 所以在我手里 有时候我们会有很老的 上百岁接近 它就关节已经很干涩了 它可能隔一段时间 会回来打一打 打完以后它觉得舒服很多 那接下来呢 我们想跟着邢阿姨 去回到她的20岁去看一看 那个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 小阿姨 这个当时是您在工作的时候 拍的照片吗 好漂亮 这是20多岁的时候单位运动会 你在什么单位工作呀 在基普汽车有限公司 质量部计量室工作 它是常年的恒温 奢侈20度 好低啊 这个温度 温度是比较低的 而且呢 是坐的时间比较长 就是这个常年累月的呀 一个温度低 一个是坐的时间长 膝盖就落下毛病了 哦 理解了 那您在那样的环境当中 工作了多长时间 几十年吧 我们从来没讲 寒冷是习惯的病 没有这样的 为什么说啊 我就问您当时有 做您类似工作的有多少人 类似工作的有 20多个吧 好 20多个人 按照这个道理 他20多个人 都应该得他类似的病 结果就其中有一个两个的 这个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有人说如果长期低温 由于这个可能他 保暖做的不够 可能对局部的这个 血液循环啊 可能多少会有一定的影响 关节是需要营养交换的嘛 但如果血液循环差的话 营养工艺就差 可能会导致软骨的 相对来说 它可能蜕变呀 或者是这个老化呀 可能会快一些 也就这样了 对 那您刚才提到了 还有另外一个因素 就是邢阿姨年轻的时候 还久坐工作嘛 那如果久坐的话 会对膝关节有什么影响呢 对了 这就讲到一个很辨证的问题 就是膝关节的这个病变 或者是膝关节的这个 容易生这个骨关节病 其实跟它的这个状态很有关系 有人说呢 如果磨损厉害了 其实就应该省着用 尽量不用 但正好相反 这个如果你经常不用 让它不动 这个关节的发病率 要高于这个喜欢活动的人 正常有一定的运动量的人 这种人是最不容易得关节病的 那么动得比较少的那一类人 比它反而容易发病 动得过多了 也容易生病 过少因为它的 失去了一个正常的刺激 正常的压力的变化 血液循环的加速的一个代谢 它的维持它的生命的 这个正常状态 就不如有一定活动量的人 那么它自然老化也会加快 这就是用尽废退 对了 有点那个意思 但是如果用狠了 又增加磨损也不可以 对 所以说不动是不对的 动狠了也是不对的 就要适当地动 这就像您一开始 提到的那个自行车的轴承 是一样的 如果一直放在那儿 一动不动 那就修了 那就坏掉了 没错 没错 但如果要是天天不停不停 它快速地转 它也会老化得很快 也会出问题 适当地用 适当地保养 是吧 有时候来点溶化剂 或者稍微换点劲 它能一直用着 对 现在我们是帮助 邢阿姨找到了 您年轻时候出现 膝关节问题的原因了 那最后呢 我们要跟着高阿姨 去回到您的20岁 看看那个时候 有什么样的故事 哇 哎呀 这两个大辫子太漂亮了 这个是很有时代感的 在兵团 我是知青 在那儿拍的 去的是十六七岁 我那会儿年轻啊 老是就是争强好胜啊 老是不甘落后啊 所以就玩命干 我坐月子的时候 自己上公共厕所 那个时候厕所都在 最起码得走十分钟 我估计是在厕所里边 那个时候是老厕所 厕所的坑后头是通着的 有风 我是这么瘦的风 所以我叫产后风 单位给我两年的产假 因为我已经走不了了 那个时候我胖到180斤 是吃药吃的 吃激素 吃药吃的 阿姨自己觉得 膝关节出现问题 是和坐月子的时候 没有保护好自己 受了风寒有关系的 我觉得这么说吧 可能当时的这个症状 跟现在这个病 可能没有直接的 确实没有直接关系 当时应该说是什么呢 因为人在这个怀孕 生产 哺乳 这个过程当中 女性的这个激素 是要有很多变化的 这些各种各样的 细微的变化 导致整个代谢 和人的这个运动系统 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其实表现出来 就有各种各样的疼痛 那么由于这个时候 它有这种特点 那么有人觉得气候的变化 自己感觉到受冷也好 受风也好 再加上就是一种暗示 就觉得我这个一吹风 我难受就一定归至于 这一股风了 是吧 或者这一个梁 其实这个不一定有直接关系 现在的年轻人坐月子 可不像你们当年那么做了 是吧 我那天早都不能洗 甚至于窗户都不能开 灯都不能开 这个呢 其实是 也应该说还算一个误区 后来高阿姨做了什么样的治疗吗 后来我这左腿伤得厉害 就做了一个那个手术 做了就是微创 做完了手术以后 更走不了了 我以前光疼还能走 做完微创以后 我就更走不了路了 我以为是灰腹漆呢 我就储棍 哪儿也走不了 就是马路上稍微有一个小水坑 我就能摔跟踪那个感觉 那后来呢 而且这个腿还一点劲都没有 后来那个孩子老看我这样 都一年多了 老正着也不行 就带我上那个医院 又找到大夫又给我查 照了一个核瓷 说你这个 就是说叫什么半月板 咱也不懂 说那个半月板损伤 说你必须得置换 你要不换的话 你就走不了 后来我就换了 因为我这个左腿厉害嘛 右腿那个时候没事 所以我这么就把左腿给换了 换完以后挺好的 完了以后呢 我就老保着这条腿 我老使右腿 干什么老使右腿 什么力量啊 不管是搬东西拿东西 老是以右腿使劲 现在把右腿也换了 现在我这右腿没有 你看我上这个都上不来 这是高阿姨出现的膝盖的问题的片子 对 您帮我们指一下 高阿姨的这个膝盖到底哪儿出问题了 其实要仔细看 这边能看见一个小尖看到 这个边缘上 这有小尖 这个侧位侧的看上去 这都有尖看到 这是什么 这个俗称叫骨刺 骨刺 就老百姓这么说 骨刺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它其实是一个人体的一个 严格意义上就是老化的一个表现 它是一个代场 或者说是一种生理反应 那么由于说了这个问题以后 它就不断地争生以后就开始长 但是到一定程度之后呢 它可能就长得太多了 就互相之间撞一块了挤一块了 所以它是个反应嘛 如果严重的时候 它可能会导致一些卡压啊 或者说是一个活动度下降啊 甚至于会有对卵子有一定的影响 但事实上最大的影响 不是骨刺本身 还是因为关节磨损了以后 刚才说的软骨没了 骨刀跟骨刀之间直接接触到了 所以这个呢 其实是我们这个病的本质在这个地方 同时当然了 还是因为有这些情况出现 它还伴随着滑膜的炎症 所以病人会觉得疼痛啊 甚至于局部都会有肌液啊等等 所以它是炎症反应的一种表现 那么骨刺呢 不要把它看着一个 是个特别恐怖的东西 每个老年人都有 只是多少的区别 就像皱纹一样 我经常举个例子 我们每个人到了一定年龄 鱼尾纹出来了 白头发出来了 年龄大了 那么骨头也必须有一定的表现 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它也可以长点骨刺 真身一眼东西出来 但实际上那个是一个生理现象 不要看见骨刺觉得自己得了一个很大的病 不是这样的 它只是一个年龄大的一个象征 所以我们医生看见片子 为什么说 这个是个什么年纪的片子 其实就是在看这些 骨刺多少啊等等一些 可以提示我这个人大概多大年纪 说明它是一个生理现象 那我们今天呢 是跟随着四位阿姨 回到了你们的二十岁 不光是看到了你们的美丽容颜 同时也找到了引起你们膝关节疼痛的各种各样的原因 所以既然找到了原因 那接下来可能就要面临治疗的问题了 用什么合适的方式 才能够缓解稍微体重重一点的 这些老年朋友们膝关节的问题呢 如果膝关节疼痛是因为磨损到了破坏的很严重的情况下 已经无法再修复的话 那应该说是要做最终末的一种治疗 我们称之为关节置换手术 但是呢 其实在这个终末之前 因为每个病人在你们发病的过程当中 从轻到重 实际上是有一个过程的 不是上来就很重的 那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每一步都可以有医学上的干预 所以我们称之为就是叫做阶梯治疗 所以不太重的时候有很多简单的 不是那么创伤大的方法 去让你能够让这个病变 至少不会有一个很快的进展 或者是让症状减轻 常见的一些治疗的方法有哪些 您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个运动疗法 刚才说了 适当的活动 而且告诉你哪些动作可以做 哪些动作少做 这是患者教育称之为 就是我可以告诉你 应该有些常识性的东西 包括减体重 这都是一个不需要真正用药物 去干预的 这叫基础治疗 那么到这个发现不行 这个人已经开始有事了 那么再往上可以用药物治疗 那么可能再重一些了以后怎么办呢 就刚才说的 也许就需要开始打针了 抽烟液也好 管理腔注射也好 那么就开始多 这有一定的创伤 但是还是有一定效果的 然后有人还重再重 最后刚才您说了 太严重了 都磨得没法修复怎么办 那就要看情况了 这就你看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一个吸管节的模型 它正常情况下 中间这个吸管节 就是咱们看到的 就是正常的 这个白色的部分 就是咱们身上 这个关节上面的一个软骨 这个地方刚才说了 上下楼啊 蹲起啊 磨得特别厉害 最后就把它磨 这个软骨就磨掉了 磨掉大家会发现什么呢 你看 磨出来这个 这里面就是骨头出现了 还没有 露出骨头了 露出骨头来了 当然也可以怎么样 如果像往这边歪 这边磨厉害了 它可以把这个软骨磨掉 你看 这边也露出骨头来了 对不对 然后再厉害也可以 这边也磨出来了 都磨没了 所以当你都磨没了的时候 怎么办呢 它已经没办法 再修复了这情况下 把它补上 这边也补上 这边也补上 形成一个新的关节 当然刚才说了 在这两个之间 还能干什么呢 假如说当时我磨的时候 我没有全磨坏 我都都好了 就这块坏了 可以的 现在也可以干一些什么事呢 我就换这一半 哪坏了 换哪 那么这个手术会小很多 创伤也会小很多 所以我们医生会因人而异 根据你的病情程度 来决定周末手术 到底是全换 还是换一部分 就这样的 现在医学真的是发展得 越来越快了 也是可以帮助更多的病人 缓解他们的痛苦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胡阿姨做完这个手术之后 膝关节有什么变化吗 太幸福了 做完了以后 如获新生 原来那个不行 到哪去走 也就是到不了一百米 哎呦 就得后面没有坐 就坐在地下才好 就是关节卡还是疼 换完了以后 我就听林教授的 那个康复训练的 那些规则 那些程序 我就坚持 特别刻苦 我就练 然后我一个月 我就是老伴就带着 我们推着轮椅上的公共汽车 然后到三个月的时候 我就都可以过那个天桥了 过街天桥了 过街天桥了 哎呦 那就又可以上楼梯 又可以走平地 还能下楼梯了 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哎呦 我站起来可以看看吗 你们还看吗 可以啊 可以站起来看看 比如说下蹲啊 下楼梯啊 没问题 你慢掉了 没事 你看看 那边有自信了 对 以后出去玩就可以 想去哪就去哪 太幸福了 好 那邢阿姨 做完了这个膝关节致患术之后 感觉怎么样啊 我是今年5月24号 请林进教授 给我做的双膝关节致患手术 之前我是疼得 也不愿意出门了就是 尤其疫情吧 我平均差不多半个月 我才出去一次 因为出去一次 我就得使劲地按着轮椅走路 要么走不了几步 就疼得不行了 要是夜里头起床呢 起夜的时候 非得把这两条腿 给它挪的位置比较合适了 才能挪到下床 太影响生活了 对 起座的时候 使劲地 这两只胳膊 现在练得劲儿倒挺大的 使劲地撑着 撑着站起来 撑着坐下去 这个手术以后 现在我走路 还有上下床 方便了很多 生活也正常了 太好了 也能出去溜达溜达 这不是今天参加咱们这节目 很顺利地就来了 现在需要主拐吗 现在不主拐了 坐起什么的 几下都没有问题了 就是 我们把掌声送给林主任吧 表达我们心中的感谢之情 谢谢 这个二位刚才也是过奖 其实很大一个因素是 你们非常坚强 能够客观地面对病魔 然后能接受现在的一些 医疗的一些手段 这个很重要 因为有很多老百姓 他病情很重了 他不太理解 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就算知道了这个手术要做 他也害怕 不敢去接受 但是现在由于科技的发展 我们有一个叫智能外科 是吧 可以用导航 用机器人 当我的助手 把这个手术做得更加地精准 更加地快捷 创伤还更加小 康复还更加快 所以说应该说 邢阿姨是一个 介绍这种方式的一个病人之一 所以应该说也是很幸运 我觉得 很幸运 希望大家要正确认识 这种治疗 它对大家的作用 对 时代在变化 科技在快速地发展 是的 同样也是在大跨步式的进步 没错 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机会和可能 对 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地 保护好您的膝关节 那么看完电视看直播 有问题就直接问专家 也欢迎您下载央视频 关注健康之路 在央视频上的直播 感谢林主任今天给大家的介绍 也感谢我们四位嘉宾的参与